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属性去判断 那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是在这边点一下 它会自动跳出is is checked 有没有 自动就出来 你把它点两下就好了 它就自动出现了 就是判断呢 CB1有没有打勾 如果有打勾的话 那因为我的项目要增加 所以n加加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雷加 它原来是零 加一个表示有打勾一个 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S1 去放一个什么 S1是篮球嘛 可是如果你要做多国语系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直接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习惯是在这里面的话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篮球两个字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打篮球两个字 但是呢 将来在繁体的环境 是OK的 因为我们都看得懂 这两个字 可是呢 如果你在多国语系 比如说它是英文的环境下 它看到篮球 它傻眼了 这篮球是什么东西 它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要透过 透过什么 这边有个方法 叫做 get a string 什么叫get a string呢 这非常重要 说将来如果说 你要去取得什么 取得多国语系 特别注意 get a string就是 去取得它对应的string 那比如说它是英语系国家的话 自动它会跑到Values里面的这一个string 去把哪一个呢 我们的这个string2 把它get回来 有没有 baseball 所以get回来的话 它就自动 帮我把第二个放在这里 出现的话呢 如果是繁体环境 是篮球啦 可是如果是英语系环境的话 那就是baseball baseball 那这地方的话呢 就会按照需要的部分去做多国语 那当然 如果你第一阶段 只是要做繁体 你就打篮球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 CB2 就第二个 打勾 如果打勾的话 N加1 加加就是再加1 然后再把swing3 swing3的话 我是放那个足球嘛 那英语系国家的话 就是football 就是其他的话 那第三个也是N加加 一样 OK 来 最后的话呢 把结果怎么样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底下来 那底下这个就是一个T01 T01是这个 OK 然后呢 输出什么 set test 这前面用过嘛 再来怎么样呢 把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有 有什么 这边的话 我是用get string 因为一样多过于系 那string6的话 是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如果你英语系国家的话 当然就 他的翻译 可以把它抓过来 然后最后的话 加上什么 加上slate 总共有选几个 那slate的实际上就是什么 把最后的结果 把它加在一起 如果有的话 就加 比如说他打过篮球 篮球 s1里面就有篮球 e slate推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分别什么 共 几个 OK 那最后显示出来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 这个我想各位 先把这地方先试一下好了 这个一个 s1 s2 s3 然后共的话呢 指的就是这个了 因为我是把它也是写成一个 共这个字呢 也把它写成一个多国语系的一个字串 然后这边也是几个字串 那n的话就是这个3 3的话是这个 把它串接一下 好 那因为这一题 其实里面要做蛮多的东西 所以呢 我刚刚就把那个我的sauce也把它放上 你把它重整一下 好 那刚刚的东西 我刚刚有把一个我最后的sauce把它放上来 各位看到 1 2 3 这个 这个里面的话 你把它开起来 就是我刚刚的 包含就是说我的 界面上面东西 我的swing 这个swing 不过这里的话只有做 繁体的swing 还有 刚刚的sauce 程式部分 有没有 many divide里面 那你可以 看状况 在用复制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最后的那个sauce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你把它重整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到